爆起时 爆中肯 爆好听 爆好看 手机下载中网新闻报案 听看新闻 爆灵灾 好 早安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 也跟收看直播朋友 说声早安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那在今天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 这个汉光演习呢 到目前为止 现在演习之前的一些预演 发生了周庭翻覆的意外 那在昨天的话呢 是正式演习 但是呢又出现了一个意外 是战收直升机 这个是陆军的航特部 他们的601旅 他们呢在昨天战收直升机 执行完汉光演习的这些战备操演之后 他们从打算回到这个龙潭基地 从新竹的空军基地起飞 三分钟之后呢 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悬翼 这个转速变得很低 那他们担心呢 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基地了 所以呢可能进到市区 就担心呢 警戒迫降会影响到市区啊 所以是有顾虑到这个平民百姓的安全 所以他就决定折返啊 这个新竹空军基地 就没想到回到基地之后啊 在这个折返的过程当中 包括转弯180度啊 结果呢就重重的啊 这个坠落地面 那这个造成啊 这个正负驾驶 这个严重灼伤因此而死亡 好所以呢这个消息的一些相关后续啊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说 还蛮遗憾的啦 这个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看起来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平静 好 呃这个部分的话呢 先像啊这样子的呃官兵 就是致敬他们至少是非常的忠于职守啊 而且呢尽可能降低这样的意外呢 可能对于其他啊 这个平民百姓跟一般啊 这个可能的啊 这个相关的啊 这个财产跟生命的安全的一些影响 好那回过头来啊 这个看今天的天气 呃周末假期了 应该大家还是会出去走走玩玩 但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啊 那在今天的话呢 呃这个气象局发布了15个县市的高温特报啊 虽然呢在这个上下午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雨势啊 但是呢在没下雨的时候呢 看起来是真的还蛮热的 呃那在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有两个县市啊 是台北市跟台东县 很可能会上标38度以上的高温 好所以呢在今天的15个县市里面啊 这个中间有4个县市是橙色灯号 有11个县市的黄色灯号 而在4个县市的橙色灯号里面啊 又有两个就我们刚讲到台北市跟台东县 呃是标到标高到38度的 那另外的话呢 呃像是新北市 还有呢花莲县啊 则是说是会连续三天呢 36度以上的高温 好所以呢这是橙色灯号里面 还有不一样的呃这个意涵啊 那所以台北市跟台东县 今天呢会感觉到特别的热 好那除了呢在4个县市啊 是橙色灯号之外呢 黄色灯号的也是要提醒在今天 至少今天的话应该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好从北到南呢包括了市 基隆市 桃园市 新竹县市 台中市 江华县 南投县 那另外嘉义市 呃高雄市 屏东县跟宜兰县啊 好所以呢热乎乎啊 在今天的话呢高温炎热 好所以呢特别注意啊 要36度 呃38度呢 极端高温出现的啊 几率啊 那更不用说体感温度 应该就是要超过40度了啊 好那所以出门的时候呢 记得要防晒 记得带伞 好那这个带伞的话呢 在中午跟上午啊 也会有一些用啊 这个在早上的话呢 清晨到上午 是中南部的地区会有 急不幸的短暂阵雨 那在中午过后啊 是在桃云以北跟东北部啊 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有些急不幸短暂阵雨 或是较大雨势发生 好那另外的话呢 东南部地区的话 你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好所以呢 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 今天呃高温炎热啊 那偶尔会下点雨 这个相关的状况 好那就空气 空气品质来说的话呢 还不错啊 大部分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不过呢 北部地区依旧的 在午后呢 光化作用的关系影响 所以臭氧浓度会升高 空气品质会稍微不好 好其他部分的话呢 都还不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OK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啊 是28到37度啊 这是平均温度 呃降雨几率10%到30 呃中部26到35度 降雨几率20%到40 南部地区呢 26到35度 降雨几率20%到50 还有在东半部地区呢 越南26到35度 降雨几率70% 呃50 那花东地区的话呢 是28到35度 降雨几率10%到40 外岛地区27到34度 降雨几率10%到20 OK好 所以呢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 讯息提供 真的蛮热的啊 这个村民特别注意啊 这个防晒 进出冷气房啊 这个稍微把汗擦干 不要感冒了 好那OK 虽然这个疫情台湾啊 还是蛮平稳的啊 但是最近也还是有一些啊 这个国外回来的啦 或是说呢 我们到其他国家去 突然间发现啊 这个他出现啊 这个疑似 新冠肺炎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感冒还是 会让大家觉得 比较紧张一点的啊 好所以保重身体 这么热 很可能会中暑啊 等等的 好那看完天气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疫情 疫情的话呢 一样的啊 这个高温不退 就跟天气一样啊 好所以呢 在目前看起来呢 全球的状况啊 昨天一样新增啊 这个两万四千多人 确诊啊 五千五百九十九个人 新增死亡啊 所以呢 大概都是这样的 数字二十 二十几万 那所以呢 目前全球呢 已经来到了一万 啊不对 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人啊 这个感染新冠肺炎 好那大概五十九万人呢 目前是死于新冠肺炎 好所以呢 这是全球最新的数字 好那这个 再讲到昨天全球新增两万四啊 这个大概的数字里面呢 美国啊 依旧是里面的最严重的啊 这个疫情国家 他昨天新增了六万六千 四百八十二个人确诊 八百六十六个人死亡 好所以美国依旧的非常的严重 那当中的话呢 那当中的话呢 佛州啊 昨天再次的是标破了啊 这个一万三千多个人确诊 那加州啊 八五千多个人确诊 德州呢 八千多个人确诊啊 所以呢 德州加州昨天数字稍微的好一点啊 但佛州的话呢 还是很严峻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疫情呢 非常的严重 那再来的话呢 是巴西 昨天的巴西再次的标破了四万啊 所以来到了四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个人 单日啊 这个新增确诊 一千两百九十九个人呢 新增死亡 那另外的话 印度啊 印度也是连续几天呢 不是三万 两万多就是三万多 就昨天呢 再创新高 昨天的印度呢 单日就有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个人 新增确诊 六百八十个人死亡 所以这是印度啊 再次破了记录 破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记录 那接下来的话是南非 南非也是一样啊 他从标破了一万之后呢 现在也是不断的啊 往上标 昨天呢是一万三千 一百七十二个人新增确诊 两百一十六个人新增死亡 好 所以呢 这几个国家啊 目前都是看起来 数字啊 都是晚上增长的 就不只是啊 这个呃 高疫情不退啊 甚至还往上增长 所以呢 这几个美国 巴西 印度跟南非 都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呢 就整个美洲啊 这个局的关系呢 除了美国跟巴西啊 非常严重之外啊 在南美洲的部分呢 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消长 目前看起来呢 呢这个秘鲁跟智利 还可以啊 就维持在两三千人 每日新增确诊 但是呢 先前是墨西哥啊 不断的往上标 是六千多 六千多 七千多 昨天的话呢 是南美洲的 哥伦比亚啊 这哥伦比亚昨天呢 呢 单日新增八千多人啊 这个呃 确诊 然后呢 两百多个人死亡 所以呢 整个南美洲 目前看起来是有扩散的趋势 而且很快速的扩散开来之后啊 他这个疫情也是往上飙高 所以我们看到呢 整个美洲啊 目前一样的深陷啊 这个新冠肺炎的 整个扩散 蔓延啊 呃 不断的啊 这个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 好 所以呢 那就是美洲 那另外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呢 在这个印度的周边啊 这个南亚地区也是一样啊 这个东南亚啊 这个南亚部分的话呢 包括呢 巴基斯坦 还有呢 孟加拉啊 也一样都是两三千人新增确诊 那另外的话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菲律宾昨天呢 单日新增 两千四百多个人确诊 那印尼的话呢 是一千多个人确诊 好 所以呢 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啊 其实目前疫情 有稍微啊 这个拉高的态势 那中东地区呢 也一样啊 就是持续的目前看起来 是比较严峻的国家啊 这个沙烏里亚阿拉伯拉 伊拉克伊朗啊 这个以色列 大概都是单日新增两千多人 好 那除了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美国 巴西 印度跟南非 还有一区域来看的美洲啊 跟这个亚洲的南亚跟东南亚之外 俄罗斯啊 依旧的是平均 以这个六千多的速度啊 往前前进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不论如何啊 这个全球啊 这个相关的啊 这个疫情真的是 蛮伤脑筋的 因为这个最伤脑筋的状况 是在于说 目前像是美国啊 现在已经全美国有368万人啊 感染新冠肺炎 14万人死亡了啊 那这个巴西有200万人感染 印度呢 已经超过100万人感染 这都是最新的数字啊 所以呢 重启封锁 是大家最担心的事情 好 回到蓝薰时间啊 这个疫情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降不下来啊 那甚至呢 还不断的扩散啊 所以呢 坦白说 就这个经济的影响啊 来说的话呢 一定是大的啊 只是说呢 最近因为呢 财报登场 那所以蛮多的是一个 等于是上一季啊 这个今年第二季的 这个相关的经济数字啊 所以偶尔呢会带来一些振奋 但是呢 现在迈进7月了啊 那这个7月呢 目前有些重启封锁 所造成对经济的影响来说的话呢 其实也是不时的 就会影响到股市啊 所以呢 在昨天 看起来呢 这个全球啊 还不只是欧美 包括雅股也是一样 都是重挫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这个疫情看起来呢 似乎啊 即便是前两天 都有一些跟疫苗 比较有关的好消息出来啊 但是这个疫情的严峻程度啊 让更多的 像美国啊 更多的州呢 就是一个一个呢 宣布了重新啊 这个回到封锁的状态 这部分呢 确实啊 是就反映在这股市当中了 OK 所以我们呢 在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啊 这个欧美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在美国呢 道琼过瘾指数呢 下跌了135.39点 收在26734.71点 跌幅是0.5% 拿撒指数下跌76.66点 收在107 473.83点啊 这个跌幅是0.73% S&P500呢 下跌了0.34% 另外呢 费成半导体跌了0.4% 这是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下跌 法国跌了0.46% 德国跌了0.43% 另外呢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 跌了0.67% 好 那这个都下跌啊 那事实上我刚讲到了 其实呢 财报有些是表现还不错的啊 但最主要的话呢 就是因为整个的疫情 目前看起来呢 呃 还是不断的啊 这个加剧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讲到 像是嗯 这个印度啊 昨天啊 破100万啊 今天最新的破100万 那这个巴西破200万 那美国呢 已经来到了356万啊 好 那呃 更多的州啊 他就是 重新啊 这个重启经济的速度放慢 或者甚至是取消 OK 所以呢 这是一个消息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中美之间啊 这个相关的对抗 呃 这个以疫情为由 以香港为由 那事实上最主要是因为 美国的选情的关系啊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讯息啊 也是让这个欧美股市呢 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 呃 这个啊 这个嗯 在昨天传出来 中美之间的这个状况啊 其实有点蛮夸张的了啊 这就是中国大陆啊 他们现在呢 说传出消息 呃 川普政府呢 他们正在评估考虑啊 对于中国大陆寄出制裁 这个最新的制裁是 针对所有中国共产党员 都要提出制裁啊 就是让他呢 禁止入到美国啊 所以等于下达旅游禁令 那有一说呢 是说所有的啊 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员 那这个是九啊 九千两百万人 那有一说是 包括连他的家人都在内啊 那这部分的话呢 纽约时报报道呢 有高达两点七亿人啊 可能都会要被美国呢 这个禁止入境啊 那当然这个还没有完完全全确定啊 但他们正在讨论当中 那这个目的的话呢 就是代表这个 嗯 川普的强烈的 强硬的啊 这个反中的啊 立场 他要踩得稳 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那但是呢 又不能够把所有的中国的啊 人啊 这个都纳住 纳入啊 这个制裁的范围 但是只制裁官员呢 好像又显得太少 那所以呢 就决定把所有的共产党员 通通放进去啊 但是一般大家 当然会知道说 第一个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中国共产党员 你又没有在任何资料里面 要求填他的党籍啊 这就像是 你也不会知道 美国的啊 这个人 除了他告诉你 他是共和党员 还是民 民主党员啊 这个事实上是 不见得会知道的啊 所以就中国共产党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资讯啊 究竟怎么去判定啊 他是中国共产党员 因此禁止他入境 更何况是 中国共产党员的家属啊 所以这个在执行上面 是有困难的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就包括了说 是不是要如此的强硬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们试图说 把这个共产党啊 就是中共政权 共产党跟人民分开 但是政权跟人民分开来是一件事情 共产党员 跟其他的非党员分开来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那看起来就是 川普政府是想要扩大啊 这个对于 中国大陆的一些动作啊 但是这个动作 是不是包括目前正在讨论中 但是已经有不少的媒体 都这样子报道了啊 所以他们不断 就是说最近有在开会啊 开会的范围内容 就讨论了有关于这个 是不是要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的这件事情 那甚至这边还有讨论说呢 是不是要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 还有一些中国的国有企业 国企的官员 都让他们呢 这个限制他们进到美国去 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了啊 这个在2017年 也就是两三年前 记不记得他们曾经因为啊 这个相关的恐怖攻击的关系 禁止穆斯林进到美国去 那这个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啊 甚至有人认为 认为说这个叫做种族歧视啊 就是说你可以防止恐怖攻击 恐怖分子 但是不是所有的穆斯林人 都是恐怖分子啊 那所以也就像是这个啊 这个相关的可能正在讨论中的 限制中国共产党员 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你可能对于中共政权啊 这个政权 你认为你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因为它伤害人权 伤害民主 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 都是伤害民主 伤害人权的人啊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其实坦白说蛮诡异的啦 那现在还没有完全敲定 但是消息出来之后 反映出来的就是 中美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那在所谓的后冷战时期 这个新冷战 也就是在美国的选情 川普越来越严峻 越来越 这个遭到挑战的同时 这样这个新冷战的气氛 这个动作也就越来越多 好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讯息 在比较偏向于政治的部分 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几个个别不同的这个讯息啦 包括我们刚讲到第一个就是疫情嘛 而且它也是另外一个利空消息 那再来就财报来看的话啊 OK 这边就有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啦 美国的初次情理失业金的人数 这个因为失业金的部分啊 这个在过去我们讲到 在第二季的时候表现有好一些了 那就业的人数也变多了啊 那但是呢 呃这个他们是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哦 统计是新增的失业 失业的人人口嘛 哦 所以呢 进到七月份之后 看起来因为疫情重启 果不其然 已经反映在若干经济数字上了啊 这个失业金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 哦 他呢 表现看起来呢 呃 在上个礼拜 请你失业金的人数 比起预期来得更高 好 所以呢 这是另外一个呢 相关的利空消息 那么休息会儿 再来后来讲财报 好 回到啊 来讯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啊 这个在昨天呢 这个欧美股市啊 这个相关的啊 这个市场上空啊 有非常多交错的一些讯息 影响到造成了一些利空啊 这个包括了疫情 包括了一些政情啊 中美之间的政情 还包括了呢 最新的一些经济的数字啊 那刚刚这个有关于呢 中美之间的再补充一下 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 有关于他们在呃 言议啊 是不是呢 要针对九千两百万啊 这么多的中共的党员啊 这个下达这个旅游禁令之外 呃 另外的话呢 比较已经确定的 是他们的国务卿蓬佩奥 呃 在昨天呢 是正式的啊 呃 再次的批评这个华为 呃 那说呢 这个华为呢 他是有侵犯人权啊 这个这样子的记录的 所以他们将要对华为 以及其他的有侵犯人权 这样子的一个 或是替呃这个 滥用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资 啊 那这个讲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了 这个物资的企业都要制裁啊 所以针对这些包括华为是直接点名的 那其他侵犯人权的呃这些企业的话呢 是广泛的这样的说法啊 那他们的员工跟他们的家人都要限制啊 这个进到美国去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旅游禁令啊 这个蓬佩奥是已经啊 这样子说的了 那至于什么时候正式呃 执行还不知道啊 但是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呃 针对华为的啊 是比较明确的啊 但是讲到整个共产党员的部分的话呢 则是在演绎当中 但是不论如何啦 他就是拉高一个派视啊 这个要显示出来 川普似乎啊 很强硬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中国大陆昨天第一时间啊 就有回应啊 说非常的可悲啊 那甚至呢 这个华春莹还说 如果说啊 呃这个确实啊 这个美国要这样子做的话呢 那么就来一场暴风雨吧 这个话这个听起来很像 莎士比亚的啊 沙翁 呃这个他的剧作里面的句子一样 很具有戏剧性啊 所以这个中美之间的 呃关系啊 跟最近的发展 确实啊 很具有戏剧性 呃如果只是演一场戏啊 为了政治 为了选举啊 这个得胜演一场戏啊 可能也就罢了 但是很怕的就是说 演的演的演的 这个假戏真做 或者是说某个程度呢 也就回不过 回不去了啊 我想这是大家 最担忧的啊 那当然包括其中啊 这个成为棋子啊 这个台湾在内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这个是属于政治啊 这个中美之间的部分 那在经济的部分的话呢 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呃失业率了啊 这个失业 呃 那再来的话就相关的财报了啊 这个财报呢 呃有好有坏 好 所以我们先讲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的话呢 呃台积电啊 这个台积电呢 也是为国争光啊 目前看起来呢 在呃经济之间的头版头条啊 也是放到这样的消息啊 这个台积电昨天法说会 事出利多啊 这个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 大家都惨兮兮 他确实在上半年的状况呢 都是逆势上扬的 好 所以呢 他嗯 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说5G应用啊 这个动能非常的强劲啊 所以呢 不但是啊 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呃 表现都很好啊 一整年啊 这个全年的半导体产业啊 包括晶圆代工产业的产值 还有他今年整个营收的预估值 通通都往上调 ok好 所以他上修了今年的财测啊 所以呢 渴望呢 这个营收也创下新高 好 所以呢 这个台积电表现很不错 那再来的话呢 呃 Morgan Stanley啊 在昨天呢 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 看起来呢 嗯 也是表现不错 这个营收呢 增长了30% 啊 ok好 那所以他的EPS呢 达到了1.96美金 然后所以他的股价上扬了2点多 好 但是不是所有的银行表现都这么好了啊 这个昨天的美国 美国银行 他公布了他第二季的财报 净利是还不错啊 但是呢 利润减少 那所以他的股价是下跌的 好 所以呢 这是相关的金融类股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呃 表现还不错的 还有这个Johnson Johnson 他在昨天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 营收呢 优于预期 所以他的股价呢 也是上涨 那不过Netflix啊 那先前讲到 譬如在家宅经济啊 可在家看片子 呃 这些呢 都还不错 但是呢 Netflix昨天呢 呃 公布了他最新的财报 说他新增的订阅户啊 低于预期 所以稍微的跌了一下 好 所以呢 就是各自涨跌啊 这个的一些 呃 公司 那呃 昨天美国的 美国航空啊 这个跟财报无关 但是他公布了 他一个最新的状况 就是 因为疫情 再次升高的关系 所以呢 很多的 重新shut down的状况 让航空旅游的需求 再次放缓 他的股价呢 跌了百分之七点三七 好 所以呢 这是各自啊 一些呢 相关的产业 我们看到呢 有好 有快 有容 有哭 呃 在上半年的状况是一回事 在下半年本来希望呢 都可以集体反弹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未必这么乐观 那再来一个 昨天呢 是比较单一的一个事件 而是推特 呃 就是他不是不少的名人的 呃 账户啊 遭到 遭害吗 那在昨天他证实啊 他们确实 呃 推特呢 是遭到骇客入侵 包括呢 美国的前总统 欧巴马 呃 这个现任想要挑战 川普的 这个拜登 还包括了股神巴菲特 啊 这些账户都遭到 骇 骇入侵啊 所以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连FBI呢 在今天最新消息 他都介入调查了 因为呢 担心 因为嗯 推特啊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社群平台 会不会啊 这个当中的呃 被害 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 而是针对了类似 会影响到国际安全 而且不只是国家安全了 因为呃 这个推特他不只是美国人用 虽然美国人用的很多 而等一下中间有没有任何啊 是事实上想要扰乱啊 整个的国际支持 国际安全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啊 那就算没有 但他也带来了相关的一些风险 因为他造成了一些后果 所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FBI已经正在介入调查当中 OK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看到 跟这个欧美股市当中啊 跟一些美国的财报州啊 财报记啊 呃 还有一些个别的啊 这些企业呢 相关的一些消息 好 那呃 但是除了欧美之外啊 那当然也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像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中国大陆呢 他们昨天公布了他们第二季啊 这个相关的GDP 所以他是目前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 第一个他的经济成长重新回复 而且是增长的国家啊 他在昨天呢 公布的数字呢 第二季他经济成长率增长了3.2% 呃 这个是很不错的数字啊 因为他疫情来得早 那也去得早 那先前的几个啊 这个比较零星的 北京看起来呢 控制下来了 呃 回过头去看啊 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重衰了啊 这尾缩了6.8% 所以转眼之间呢 在第二季可以啊 这个增长3.2% 还算不错 但是有隐忧了啊 他的一些相关其他部分呢 其实没那么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啊 来兴时经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 虽然这个桌面的关系啊 看起来呢 呃 越来越紧绷啊 但是呢 中国大陆自己的经济状况 看起来的数字啊 这个还算不错啊 但是这个数字当然 呃 最好他的疫情守得住啊 否则的话呢 就会像美国一样 本来看起来好转啊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又碰到可能 要急转直下的状况 那目前为止的话 中国大陆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 他第二季的GDP呢 是成长了3.2%啊 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可能的隐忧啊 是同样啊 这个在昨天公布的 六月份的零售销售啊 这个意外的比起上 等于去年同期呢 尾数了1.8% 那汽车的零售额啊 也下滑了3.2%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显然的一些 零售销售的这个消费端啊 并没有呢 那么快的啊 这个明显的复苏跟上啊 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重新啊 反弹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就要再观察 那还包括了像是在昨天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 也出现了这段时间以来啊 呃 这个五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啊 这就是这个先前 其实中国大陆是不断的啊 这个透过官方的带动啊 这个希望呃 经济啊 更加的活络嘛 所以含出所谓的健康牛啊 就是因为这个牛市啊 这个股市呢 大家可以放心的啊 这个进到市场里面去 所以带动了呢 也是不断的上涨啊 跟这个欧美股市 尤其美国股市啊 不断的啊 看起来表现非常的亮眼啊 但是似乎啊 这个大家也对于这个中国股市 上涨的速度啊 这么的快呢 感到有点担忧啊 所以呢 呃 整个经济的复苏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均衡啊 数字看起来当然比其他国家来的好看 来的漂亮啊 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均衡啊 所以呢 似乎有点不安 也因此呢 在昨天呃 包括像是呢 呃 这个上海呃 上证指数啦 呃 这个深圳的指数啦 等等啊 都出现了五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OK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 是属于这个国际啊 这个财经啊 比较纯粹财经的部分的相关状况 那最后呢 来看油价啊 这个油价呢 在昨天也是下跌的啊 也是受到这个疫情啦 哦 等等的影响 呃 整个的经济前景啊 在下半年 本来认为的反弹 突然之间的不明确了起来 好 所以呢 在昨天 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呢 下跌了1.1% 收在每桶40.75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1% 收在每桶43.37块钱美金 OK好 所以呢 这些呢 是 呃 跟这个国际啊 这个财经啊 相关有关的消息 好 那啊 我刚刚讲到的国际财经 因为也连带了 讲到了一些中美之间的关系嘛 但是事实上呢 中美之间啊 这个相关的讯息还不止于此啊 这么很快的再来整理一下 呃 虽然最突出的就我们刚刚讲到了啊 就是说 美国的国务卿啊 他们呃 这个宣布啊 他们就要禁止啊 这个中国的科技公司 华为 还有其他呢 呃 跟 中共当局合谋打击人权的一些企业 这些 企业的国 呃 的员工啊 要列入了美国的旅游禁 啊 这个部分是比较确定的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禁止中共的呃 共产党员跟他的家人 是否啊 要这个禁止入境 这个部分呢 正在考虑当中之外啊 那目前还看到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啊 这个发动了啊 呃 这个美国的呃 司法部长 司法部长呢 在昨天啊 有一个场合 他也是 公开点名了 这不是点名中国的企业了 呃 像是这个呃 龚贝欧国务卿 他的点名华为啊 跟这个 其他跟呃 当局合作的中国企业 但是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 巴尔啊 这个威廉巴尔 他昨天是指的美国企业 他直接点名啊 这个好莱坞 跟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 为了要维系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呢 不惜跟中国政府合作 啊 他觉得呢 为了一些短期利益啊 看起来 听起来 言下自于有点说 出卖了啊 这个 该身为啊 这个美国公司啊 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啊 他说 他直接点名的 包括像是迪士尼 他说呢 这个迪士尼呢 经常屈服于中国的审查要求 啊 那另外的话呢 Google Yahoo 微软跟苹果等科技公司 过于乐意与北京合作 所以呢 这个一个一个点名啊 可以看得出来 嗯 目前呢 这个川普政府是真的毛起来啊 这个要跟中国啊 这个对峙了啊 而且呢 拉高这样一个态势 直接用点名的方式 那OK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么多的一些批评 不过呢 这个巴尔啊 他也不只是批评 点名啊 看起来是想要让这些公司啊 这个有压力啊 之外 他也啊 称称称赞了一些啊 他觉得表现还不错的公司 譬如说 呃 就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啊 他说呢 脸书 Google Twitter啊 呃 这个 还有个LinkedIn啊 这些 他们呢 呃 决定停止跟港府分享用户的资讯 他说 哦 这个就做得非常的好 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等于是有点下指导旗了 啊 就说怎么样做是好的 怎么样做 他们因为是不好的 呃 有为啊 这个美国的啊 一家企业的立场 啊 但是 我真的觉得啊 这个企业 其实在两岸之间 大家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啊 这个台湾的很多台商 在大陆很难做事啊 因为呢 台湾 啊 太多这个样子 大陆太多那个样子 所以你到底该怎么样 啊 你就是做生意 那但是呢 那么多的政治 当尤其政治呢 两岸紧绷的时候 啊 那这个呢 是动辄得救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说 中美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目前呢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美国企业 显然的应该已经开始感受到 有一阵寒风吹来了啊 好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在11月以前显然的 呃 不会那么快就过去啊 OK好 所以呢 只是说这个状况会到多么的严峻 但是就这个企业来说的话 坦白讲 一个民主国家 你也不能够要求他怎么样 除非他做出违法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就像是呃 中国共产党员禁止入美国 你除了他做了一些呃 违法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 呃 这个侵犯你国家啊 这个 安全的事情 否则的话 呃 这个在外交上面啊 也算是会掀起一个蛮大的风波 OK好 那但是目前看起来蛮全方位的啊 这个美国的啊 这些从川普反而讲的少啊 那其他的部门啊 就一个一个啊 都硬起来啊 就一一一的针对很多事情 表达他们的一些立场跟态度啊 都是呢 更加的点名而严峻 好 那另外还有个包括白宫的顾问啊 这是经济顾问科特洛 他也在昨天讲到TikTok 就讲到这个嗯 抖音啊 他们讲到说抖音 目前想要啊 这个跟中国政府呢 想办法脱钩 他说这是一个好的 呃 这个想法啊 他预期 他认为呢 TikTok很可能会脱离某公司 直接以美国公司的形态啊 独立运营 OK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也是啊 这个等于是在中美啊 这个战略对峙的这段时间 更多的出招的一部分 那这不只是美国啊 我们看到包括像英国 英国不是也禁止华为了吗 另外一个更新的消息啊 是德国 德国呢 也觉得中国的平台支付有风险 到南轩时间啊 所以呢 很显然的 在这一波啊 这个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啊 这个中国大陆呢 面临了另外一波的 比较像是围剿的啊 这样的一个啊 国际上的行动啊 我们刚刚讲到包括了是德国的情报部门啊 他们在呃 昨天年度的报告里面 第一次啊 这个警告说使用了中国的一些支付平台 比如说支付宝啊 这些部分的话有风险啊 因为各自呢很可能会被中国官方利用 OK好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美国当然不断的想去串联他的盟友啊 来对中国呢进行抵制啊 但是呢呃 在过去至少在疫情呃 这个呃发生呃之初啊 包括尤其是呢 这个香港事件呃 之前并没有成功啊 其实大家各自都选择各自的一些呃 利益啊 尤其是他们跟中国之间啊 很多的一些经济往来贸易往来啊 所以并没有啊 这个站在跟美国呢啊 同样一个立场啊 但是很显然的呃 现在啊 这个这段时间看起来呢 整个的风向啊 开始转了从英国到这个德国啊 都开始呢 尤其像包括像欧洲 嗯都有更多的一些行动 对于呢呃 中国大陆的一些厂商 不管是华为啦 这么讲到是支付宝啦 等等啊呃 TikTok啊等等啊 都是开始呃 做出更多的一些警告啊 而且采取更多可能的禁令 OK好 所以呢 这是在国际之间啊 蛮重要啊 也蛮严峻的一个呢 呃 所谓新冷战 新冷战态势啊 有些发生在中美之间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呃 发展 好那回过来看台湾啊 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在一个大的棋局里面的一个气氛了啊 所以呢 为什么今年的汉光演习 那么受到关注啊 因为这个汉光演习的同时 我们又去操演反反登陆 操演反斩首 然后呃 呃就是担心呢 在这个中美的状况底下 两岸本身的关系又那么的严峻啊 那然后呢 这个军机啊 中美在我们的附近飞来飞去啊 这个船舰呢 呃开来开去 OK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呃可能的啊 这个局势来说的话呢 那汉光演习当然也就更重要性 也加进更多可能的操演啊 因应现在最新局势的一些项目嘛啊 好 但是嗯 很可惜的是也非常遗憾的是 汉光演习这一次啊 今年看起来呢 呃意外频传啊 这个先前就是呃 周庭翻覆 那现在的话呢 是呃 这个直升机啊 但这个直升机 我看了这个过程啊 我真的觉得嗯 这对这个正副驾驶 真的是要表达很高的敬意啊 呃 这个正驾驶叫做简任专 他是少校 副驾驶叫做高嘉隆 他是上位啊 那事实上呢 他们飞离基地 也不会是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呢 就坠落了啊 那呃 他们最主要 其实如果在民宅附近的话呢 选择地方迫降 他们应该不至于啊 会这样子坠机啊 但是他们考虑到 是他们受的训练 也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一定是以 国家人民啊 为最主要的一个保卫的对象嘛 所以不可能去呃 伤害啊 等于殃及无辜 他等于是硬是转了 飞回啊 这个基地啊 那在他们的说法里面啊 他是用一个很高难度的 往左180度的转弯啊 那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 因为本来他之所以要呃 呃迫降就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旋翼啊 开始出现了一个速度很慢 很慢的话 其实这就是动力 如果很慢 他大概就会慢慢慢慢失去动力 就会坠落嘛啊 那这样他再转弯啊 那又很慢 那所以终于就就坠 坠地而他叫重落地啊 那因此呢 整个直升机呢 起火啊 那呃爆炸啊 那所以呢呃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虽然没有影响到任何其他人啊 但是呢目前就是这这两个啊 这个正负架势呢就是非常英勇的就殉职了 好那呃这个状况啊是这个样子呢 那当然我觉得要去查的是这个直升机啊 为什么他会出现突然间转速过慢 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呃这个军方第一时间的说法是说呃都有在保养啊 那所以这个保养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这是陆军的航特部601旅啊 他目前的说法是说保养正常 不过啊 他的机灵实际上是偏高的20多年 所以他的故障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频繁 就即便你正常保养 但是他的功能不正常啊 他经常不正常 那呃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哦他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我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 也有讲到说他其实在过去两年 两年半已经发生了三起事故了啊 那前两起都是在飞行训练的时候呢 最低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没有人员伤亡啊 但是呢这一次呃很遗憾是在演习的时候啊 那而且呢是呃这个政府驾驶啊 他们的呃训职啊 所以呢这个部分呃是在今天汉王演习又出世啊 这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想必须要去全面 当然了呃每次碰到这些就是全面性停飞 哦这也不用我们说了 但是问题是全面性停飞之后呢 那我们通常都比较少看到下文啊就后来怎么样了呢 全面性停飞之后检查了以后呢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要不要全面性的汰换呢 还是重新再飞呢 我想这些事情要真的都必须要去更加的关注啊 尤其在这个目前两岸啊 这个作美台局是这么的严峻啊 那就算没有战事但是有不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演习啊 跟大家绷紧神经 我想这些部分的话呢呃都必须要给予更多的一些安全上的照顾啊 跟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尊重啊跟尊敬 OK好 所以我想这个调查的报告后续啊也必须要呃看看他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那这是一个在今天啊这个嗯比较遗憾的消息呢 那当然呃这个蔡英文也表达啊这个他的关切啊跟他的呃这个悼念 那再来的话呢在今天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今天立法院啊这个另一天立法院呢呃显然的啊这个监察院长啊 这个陈菊一些相关的人士都要尽情表决了同意权的表决了 那你会说哎那不是程序还没有完成吗啊是没错 所以昨天打了一架啊那因为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呃国民党他占据主席台不是也发生了有流血冲突吗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并没有真正的针对监察院长啊政府院长了啊这个委员们啊这个监察委员们呃同意权的审查 因为照理来说是要审查的啊就包括这些被提名人是要上呃这个被寻台要被寻的 那但是呢因为呢国民党他抗议啊认为说呢根本他就没资格呃这个程序政治性过高啊 包括呢他的一些啊相关呃纠正的呃高清市政府纠正案子等等等了啊啊那所以他们就是强力杯葛那所以呢整个的程序 并没有进行啊那这个没有进行的话那你必须要去完成这个程序才可以交付院会进行同意权的表决嘛啊啊 所以在昨天下午呃民主党强力排除那因为呢国民党打算继续的抗争他们也是继续站着主席台的啊所以他们就在为了 今天啊这样子的一个同意权可以交付院会来进行表决所以昨天的要完成这个程序啊 就是说呃意思说其他审查程序结束了啊然后我们要进负啊院会进行表决那在进行这个程序 去补证的过程当中呢打了一架啊所以昨天呢又有人挂彩了啊包括呢赖世宝说头部受伤呃郑立文呕吐啊然后的呃这个几个什么陈玉珍啦啊这些人又是跟哦国民党陈玉珍啊就是跟这些民进党的呃这个强力的推积啊那一片混乱当中 有些人还是宣布了今天进行投票就不只是国民党包括了啊民众党跟时代力量都抗议啊认为呢这甚至是认为有些人呃有违宪之语啊 因为并并并没有完全的完成审查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因为呃民众党在立法院还是多数了啊所以今天的话呢应该就会继续的进行人事权的表决但是今天应该会冲突再起 时间到了周末愉快拜拜